第1163集 从局长的办公室走出来 凯琳也是一脸的无奈 她竟只走到了看守的牢房里面 有一间独立的牢房 马丁在里面待着 她的神色有些沮丧 马丁进来已经三天了 没有任何的理由 也没有任何的原因 就把她抓到这里 这让她十分的郁闷 她心里已经把凯琳那个贱人 问候了一万遍了 但事实确实 她还是无法从这里掏出来 凯琳把她关到这里以后 就不管不问 就在马丁默默地问候 自己女上司身体的时候 牢房的门一开 凯琳从外面走了进来 我亲爱的凯琳 你总算是来了 马丁呼地站了起来 她又惊又喜地问道 凯琳 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吗 放你出去 别逗了 凯琳微微地摇摇头道 马丁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你现在 就是一些地下势力的保护伞 你收受他们的钱财 为他们提供帮助 我们过些日子 会对你的行为进行指控 你这辈子 恐怕都不要再想着 从监狱里面出来了 该死 马丁重重地一锤桌子 他仰厚倒在了自己身后的椅子上 他盯着凯琳突然笑了 凯琳 你知道 你们起诉我是要讲究证据的 你们关押我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 这是非法拘禁 我会向法官指控你的 马丁 你说完了吗 凯琳冷笑了一声 他把玩着手中的一支笔 说完了 事实上我想说的话 就只有这些 凯琳 你这个臭婊子 我就知道 你一直对我有意见 不过没有关系 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的 嗯 马丁向他比出了一个终止道 我想 该后悔的人 应该是你吧 凯琳淡淡地说 既然我把你抓起来了 那就说明 我掌握了你以前做的那些破事 所有的证据 等着坐牢吧 你应该庆幸 我们这里没有死刑 否则的话 将比你十次都不够的 凯琳恨恨地说 你这个婊子 狗娘样的 马丁一张嘴就是一连串的息事骂声 他现在恨极了凯琳 但是 他清楚 自己这位 曾经女上司的为人 他既然这样说了 那就说明他一定 掌握了有关自己犯罪的 所有证据 自己这个老实做定了 但是他不清楚这个女人 为什么 一直把自己关到这里 并不急着起诉自己 凯琳站起来 他突然仰起右腿 瞬间将自己的右腿绷得笔直 他的右足和马丁的脸 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扑通 正在骂人 骂得起性的马丁 倒在了地上 他感觉自己的脖子都快要被扭断了 马丁 你应该庆幸你被我抓了起来 凯琳冷冷地说 贱人 你把我抓起来 难道我还要感谢你不成吗 马丁 马丁艰难地站了起来 他吐出了一口血水 该死 这个女人下手实在是太狠了 他一脚踹来 几乎将自己的脖子都给扭断了 你认识这个女孩吧 凯琳把一张照片放到了桌子上 照片里面的人正是杨浅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想你弄错了 马丁冷笑了一声 他才没有那么傻的上当呢 没关系 你心里清楚就好了 因为这个女孩的死 八大街区的那些红灯区老大 现在已经全部死了 包括你的老朋友 汉思 什么 你说什么 马丁傻眼了 他一直被关在这里 过得几乎是与世隔绝一般的日子 外面的事情他不太了解 这件事情对他造成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关于那些人 他当然都认识呀 尤其是汉思 上礼拜两人还在一起喝酒呢 那小子现在被人揍了 现在不应该是在医院吗 因为这个女孩 她的朋友一直在报复这些人 你是罪魁祸首 但你现在还没有死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凯琳冷笑道 什么意思 这与我无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马丁再也不淡定了 他有些崩溃地说 因为那人的意思 就是要慢慢地折磨死 你或许不知道这些人的死法 汉思是被人打了几针空气针之后直死的 而光头里 是莫名其妙地自己跳下楼摔死的 临死前 他的那些小弟们拿着刀护砍 几乎没有一个人活命 更有稀缺的那位 是喝酒之后 把自己的头埋到水池里面死的 他们这些人 几乎垄断了这几条街区的几大势力 但是他们死了之后 并没有人挤着 接地盘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什么原因 这这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马丁愤怒地吼道 那是因为 有传闻说 这个女孩死后阴魂不散 她要报复一切伤害过她的人 明白了吗 凯琳笑道 据说 这是华夏的灵魂报复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应该庆幸 你现在还活着 如果不是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的话 我想你早就死了 好好地待在这里 反省反省你的事情吧 或许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急诉你 但前提是 我们要弄清楚 到底是谁在做这些事情 不不不 你们要把我当作诱饵吗 马丁并不笨 他马上听出了凯琳话里面的意思 哦 马丁 你很聪明 你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可惜你的为人太坏了 不然的话 我倒真的希望 能把你的位子向上提升一些 可惜啊 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 凯琳摇摇头 她转身离开了 不 凯琳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你忠实的手下 我知道错了 你可以起诉我 你可以让我去坐牢 但是你现在不能把我当成诱饵 恶人的内心其实一直是害怕的 因为他们做过太多的恶事 他们怕自己遭到报应 怕下地狱 他们之所以做出一副凶恶的样子 完全是他们要为自己壮胆 马丁做过什么事情 他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所以现在他十分地崩溃 把监控调好 牢牢地监控着这个地方 今天晚上或许会有人做什么行动 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凯琳走到了监控室 对监控室的警员道 放心吧警官 我们是专业的 有一个光头喝着咖啡 十分自信地说 在监狱里面闹腾了一阵子 马丁终于累了 他开始试着接受这淡腾的现实 那就是 他这辈子恐怕是再也无法 从监狱里面出来了 但真正让他害怕的是 那华夏女鬼的复仇 他以前看过那华夏的鬼片 他知道关于华夏的传说 说有些人临死的时候 因为怨气太重 所以说他们会化成厉鬼 会来复仇的 做多了坏事 现在突然得知会有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内心是极度崩溃的 但现在他也没有办法 他只得老老实实地坐在牢房唯一的一张桌子前 开始度过他之后的余生 凌晨 当监控室里唯一的一名警员打瞌睡的时候 监控室里面显现出了一片雪花 只是那名警员并没有注意到 他实在是熬不住了 所以就糊糊地大睡了起来 正在大瞌睡的马丁突然梦得惊醒了 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朝自己走来了 但是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眼前还是空荡荡的牢房 他放心地趴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咔嚓一声响 房门缓缓地打开了 紧接着一条人眼走了进来 他蒙得惊醒 来人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他就像是一阵风一样地 来到了自己的跟前 是你 是你这个混蛋 马丁看清楚了 眼前的这个人是叶好轩 他并没有见过叶好轩 但是汉斯给他提供过叶好轩的照片 只是那几天因为杨倩的死 闹得沸沸扬扬的 事情也约已经出了他的掌控能力之外 所以他才没有向叶好轩动手 他应该庆幸的 因为他对叶好轩动手的话 叶好轩会保证 他绝对是第一个死 你竟然认识我 叶好轩做出了一副惊讶的样子 貌似我没有在你的面前出现过吧 你 你这个混蛋 你告诉我 汉斯是不是你杀了 这几天 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汉斯愤怒地盯着叶好轩道 你既然都知道 又何必多此疑问呢 叶好轩淡淡地一笑道 不错 这几天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汉斯是我杀的 我向着他打了几针空气针 然后他就这样挂了 你 你这个混蛋 杀人是要坐牢的 你不知道吗 马丁也是气昏了头啊 他竟然警告别人杀人是要坐牢的 拜托 他自己做的事情足够他坐几百年的牢了好不好 这是我听过这世纪最大的笑话 你这种人 也知道杀人是要坐牢的吗 叶好喧小了 你 你 马丁探向自己的腰间 他要拔出手枪 把这家伙给射死 但是他伸手在腰间一摸去摸了个空 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是警探了 自己现在是在牢房里 如果真的要弄死这个混蛋 还真的有些不容易啊 你想杀我吗 叶好喧坐到他跟前 大量着四周的东西 他压压头道 这个地方太简单 太简陋了 不适合你的身份啊 而且你在这种环境下死去的话 真的有些太屈辱了 我不会死的 你弄不死我 我是恶人 我杀人无数 我坏事做绝 你你你碰不到我的 马丁后退了两步 他恶狠狠地说 别这么激动 叶好喧微微地一笑道 人终究是会死的 不过要看你的死法是什么了 我来只是想看看 在这一片号称神鬼都壁的马丁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 那你现在看完了吗 马丁努力地维持着自己凶恶的形象 看完了 不过如此 你不过是一个怕死的可怜鬼罢 叶好轩冷笑一声道 我觉得你应该去下地狱 我就算是下地狱 那我也是恶人 我会让地狱的恶鬼都向我臣服的 马丁笑了 你说这些话就不怕大风闪了你的舌头吗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道 别这样你心中的恐慌了 你很害怕 你怕死 你更怕自己死后下地狱 永世不得轮回 你今天来 到底想干什么 你要杀我的话就杀呀 来呀 杀死我 马丁吼了起来 他期望自己的声音会有人听到 因为在监狱的外面 会有预警在那里候着 只要这里面稍有动静 外面的人就会听到 但是今天见鬼的事 无论他如何的大吼 外面的人始终没有一点反应 不过现在外面静悄悄的 平时那几个十分机灵的预警 却一点动作也没有 殊不知啊 外面的几个预警 现在像是死猪一样 趴在桌子上 睡得正香呢 别挣扎了 放弃吧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跟你体面的死法 你想怎么死 我不想死 马丁突然扑通一声 跪倒在叶浩轩的跟前 我求你 我不想死 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我的事情已经白露了 即使是你不杀我 我的下半生也只能在监狱里面渡过 你们这里的法律没有死刑 这一点让人非常的不爽 美国哪里都好 各方面的法律都很完善 但是他们总会给你们这些人 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一点十分的不爽 你这么一个作恶独端的家伙 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所以 你安心的去吧 在地狱里面 好好地忏悔 叶浩轩双眼中 紫童一闪 随即他便转过身 不再看神后的结果 随着叶浩轩双眼中的紫童闪过 汉丝的目光在这瞬间变得呆滞了起来 他站起来就好像是一只穿线的木偶一样向前走去 他的嘴巴大大的张开 正常人的嘴是不可能张得这么大的 他的嘴巴张开就好像是弯口那么大 随即他把自己的手臂放了下去 然后拼命地咬着 拒绝着 他的手臂被他自己的血盆大口吞进去了一大半 吞完了手臂之后 他走到了半开的监狱的栅栏前 剩下的另外一只完好的手死死地抓着栅栏 然后把自己的脑袋拼命地向栅栏里面钻去 他的脑袋很大 但是栅栏很窄很细 他这么大一颗脑袋钻进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家伙硬生生地要向里面钻 他的脑袋被擦得是鲜血淋漓的 甚至一边深刻见过 他终究还是钻进去了 马丁钻进去以后似乎清醒了过来 他死声地尖叫着 想要把自己的脑袋从这里面钻出来 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到一分钟 他挣扎的力度就慢慢地变小 随即他软啪啪地倒在了地上 脑袋依然卡在里面 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事情总算是结束了 随着马丁最后一个被除掉 叶浩轩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走到外面 月朗星输 这个地方的警局依然是灯火通明 叶浩轩快步地走出了警局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眼前一亮 一抹蓝色的荧光在他跟前 缓缓地汇聚 片刻以后 杨浩轩的影子出现在叶浩轩的跟前 今天是我过去的第七天了 按道理来说 我该离开了 该去轮回了 杨浩轩的身影很轻 他就好像是在半空中飘着一样 叶浩轩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让他的身子不再那么虚无 你走的时候 受了很多苦吧 叶浩轩感觉到有些揪心 杨浅的尸首发现以后 身上有很多伤 他死前的确是受了那混蛋的很多伤害 这都是命 不算什么 杨浅淡淡地一笑道 能死前见到你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缘分 你死的时候怨气很大 一般都是厉鬼的 但你却不一样 叶浩轩笑了笑 半开了一个玩笑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个玩笑其实 有种揪心一般的感觉 这就是我与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我懂得知足 杨浅微微地一笑 拉着叶浩轩的手 两人向前走去 我可能会去轮回了 你的女朋友 用一颗天珠 为我开遍轮回之道 否则的话 我应该还要在这时间 游到好些日子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